潘总您好 我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些尖锐 因为作为一个就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房地产企业的一个企业家 您是怎么定义这个 就是企业家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个问题 尤其像现在房价这么高 老百姓买不起房的这种情况下 还有就是 我不知道您是信仰的是佛教还是基督教 假如您退休之后 您会不会皈依佛门 或者说是皈依这个基督教 好的 咱们就集中于第一个问题吧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在房地产这个行业 在中国老百姓 就是这样的关注着住房问题 我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积极的去思考 积极的跟社会各界的人去了讨论 只要谈到房价问题 无论是电视节目也好 任何节目也好 激烈的不得了 可是我觉得我能够去参加的 有了时间去参加的 无论是政府官员也好 学者也好 各方面的人士也好 我觉得都会探讨 其实在一个探讨磋商的过程中 会寻找出来一个正确的道路 因为在中国未来的可能十年二十年时间 有个经济学家说 说有六亿人要从乡下搬到城里来 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说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 没有发生过这样大的迁徙 英国跟法国两个大的国家 人口加上起来才一一二 再在未来的话 有六亿人要搬到城里面来 他们的住房问题怎么解决 他们的工作的机会问题怎么解决 这都是些大的问题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些探讨 就会寻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 然后这我想慢慢的一步一步 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你问的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是企业的形态 基本上是封这样几种 第一种就是最早的时候出现企业 是以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 为主的一种方式 基本上是工业化流水线 这样一种方式的话 把这个效率提高了 对我们人类社会 创造了很大的财富 哪个国家 只要坐上工业革命再搬车的话 它这个国家民族就富强起来了 就发展起来了 第二类的企业形态 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 我们看到的跨国公司 它发展的 就是它把这个对技术的组织 市场的组织 资源的组织 在全球范围之内组织 是很有效的 可是这两种企业形态 到了21世纪都有缺陷 第一种企业形态 是片面的追求效率 第二种企业形态 是片面的追求利用 所以就是对承担的社会责任 你这个企业 你有没有社会责任 你生产产品是不是环保的 是不是对了客户负责任的 而如果是我们单纯的只是追求效率 追求利用 在21世纪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来想 就是21世纪新的企业形态 能够把物质和精神 这两个发展结合起来的形态 应该在英国出现 还是在美国出现 我觉得都不会 应该在中国出现 第一个中国人很多 第二个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你像欧洲国家 就是基本上你每次到欧洲去 就觉得这国家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慢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21世纪中国的企业家 应该探索这样一种企业的模式 是把物质和精神结合起来的一种企业模式 谢谢潘总 我觉得太好了